大家好,我是唐凤 那这是第二次跟大家录影 我们在上次的录影里面 大致提到了怎么样进入High Fidelity 以及怎么样把它替换成Marketplace里面的 好比像说机器人那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在这次的录影里面 主要是说如果媒体朋友以及其他朋友 愿意稍微花一点时间 把自己的模型建立到High Fidelity里面的话 要怎么做 那之前已经提到了 各位从Steam上面或者从Creative Cloud里面 取得了Fuse这个软体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非常快速地 来建立起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一个人 那我们在这边就实际来操作一次 举例来说 先挑一个头 接下来呢 再挑一个身体 然后呢最后呢 再挑一个就是脚 然后呢再挑手 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基本的骨架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改变各种各样子的情况 那其实你可以先用骰骰子 多骰几次 直到他这个看起来呢跟你比较像 这也是一个做法 那不然呢你也可以实际地把它 就是放大之后 去看某一个部分 然后调整那个部分的 就是上下左右前后出席这些 那接下来呢就是调一套衣服 我们在Hi-Fi里面因为光源 它比较 就是我们可以控制 所以通常呢你挑色彩鲜艳的衣服 在录影的时候会比较有效果 然后 其他的配件 鞋子啊头发啊这些东西就 呃看每个人的喜好 当然也可以戴一顶帽子什么的 也可以戴眼镜 可以戴手套 那同样的每一个材质 在里面你都可以去把它换成金属质 棉质 或者其他反光不同的材质 那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可以 呃很自由的去调整 或者是自己去建模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假设先这样子 那这样子之后呢 你可以呃先把它存起来 这就是在你自己的档案里面 但是这样子只不过是一个人像而已啊 那它到底要怎么样在 Hi-Fi里面动起来呢 重点就是要给它一个骨骼 要怎么样给它一个骨骼呢 就是要送到Mixamo这个服务去 那这个服务呢 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透过呃机器学习的方式 去看任何一个骨架 它只要长得有一点点像人 它就可以试着去求出 它里面的每一个关节 以及在表情变化的时候 表情的肌肉在哪里 那这些工作呢本来是要呃就是我们在建模的过程中是用人来标的 那但是呢这个工作现在呢已经被机器学习所几乎是取代了 它可以做到大概九成五左右的工作 真的你要在细调的时候呢 再去细调 那呃同样的在这样子Mixamo把它调成有骨架的样子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上传到某一个空间里面 那在这里呢我是有准备一个空间给所有愿意在呃 呃HighFidelity里面跟我见面的朋友来使用 那所以这样子一个空间 如果你自己有别的放呃 Mixamo的model的地方 它只要能够用http读取 好比像说放在一些云端的服务里面 那些都可以用 那但是至少呢我们有一个公用的这样一个空间 你的上面也会看到其他的跟我见面的朋友们的空间的位置 那它的网址是tinyurl.com 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Sandstorm这个共用空间 所以在这个共用空间里面 你按进去之后呢 你首先它会要你请求这个存取 那你只要按Request Access 那我就会帮你开一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它目前是放在云端的机房 这个机房不是我们院内的吧 院外的 目前是放在Google的张宾机房 那所以说应该从世界各地都会有还不错的能够连线的状况 这样子 好 那现在他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刚才所建立的这个人像 放到机器学习的这个演算法里面 然后它会再自动的帮它配上一个股价 这个东西叫做Auto Rigging 那如同它在这边所解释的 这个自动配股价的软体呢 它正在为了这个人像 自己建立一个骨头的架构 然后并且他们认为说 通常都会在60秒之内就可以达成 这样子建模出来的人像 它不只能够用在High Fidelity里面使用 它也可以用在很多你需要类似动心纹这样子的实验的时候 好比像说你可能想要在跑步 或者是说在攀岩 或者是说在模拟一些手势的动作 那在这个服务里面 它也提供了把你这样子建模出来 你自己这样子一个模型 放在这样子的服务里面 然后它会输出一些你正在跑动 或者你在做各种姿势的东西来给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放模型的地方 这个地方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是Sandstorm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呢 我们在里面运行的程式 是一个类似Dropbox 或者是类似云端硬碟的程式 它叫做Devros 那你可以用GitHub登入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Email来登入 那像这个是我在行政院里面的Email 那你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工作的Email就可以了 那要好时间的话 我就会直接开权限给你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来进行上传 那我们可以看到Mixamo在这边 他已经把骨架建立成了 那接下来他做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个预览 他会在这个预览的网格里面 让你看到说 刚刚的那个人像 他如果是在一个一般的站立起来的一个样子的时候 他长得会像怎样 那在等他大概一分钟之后 他就把他建模完了 那在建模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同样的 你按Find Animation 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子 这个人他可以做的动作 所以当你把自己建模之后 你也可以去试着 看你自己在High Fidelity里面 或者是在外面 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的时候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 那不过我们在意的呢 其实只是把它下载出来 可以使用而已 那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同样的是在 我们自己的 刚才上载的这个assets里面 找到这个模型 找到这个模型之后呢 按Q Download 就可以下载 那这些都不用改 我们就是要一个FBX档 然后用一个TPOS 那他就会把它处理 成为FBX档案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那在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的加工 因为这样子下载下来的档案 它可以当作一个静态的 好比像说模型使用 放在世界里面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世界里面 变成一个人偶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描述档 告诉他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形状的人偶 他是一个人形的 他有几个关节等等 那做这件事情呢 是在High Fidelity里面来做 当你把它下载之后 我们是建议开一个专门的资料夹 像Hi-Fi Test Model这个资料夹 来放刚才被下载了的这个FBX 那所以说我们会建议你就用你的名字 例如像说这个Fuse 这个Test Model 用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 就不会跟其他人的名字混淆 然后呢 在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我们拿这个FBX的档案 就进入Hi-Fi的interface里面 这个interface里面呢 有许多的选单 那在这里我们想要确保的是 Advanced Menu这个选单 是有打开的 所以你就是到Settings 打开Advanced Menu 那为什么要打开这个进阶的选单呢 是因为去把这个模型 变成Hi-Fi里面可以使用的文件 这个工作是叫做Package Model 所以我们可以点它 点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刚才的这个文件里面 Hi-Fi Test Model这边去找到它 那找到它之后呢 我想我们放在快速存取这边 好 这样子我们就选择这个FBX档 那它的形状呢 就是AvatarBody 那它的形状就是AvatarBody withHead 这个时候呢 只要按OK 然后呢 再按一次OK 它就会自动的去存档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同一个资料夹 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所有需要产生的文件 其实就是两个档案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FBX 这个是已经包装过的FBX 所以本来的这个呢 就可以删掉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把这个档案跟这个目录 都放到一个 一般人都可以存取的地方去 那在这里 假设你刚刚已经收到了 我的邀请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试着上载这个档案 那它的画面结构呢 是像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进来的时候 你要先开一个 专门放你自己的档案的格式 那这个格式呢 其实是 就是跟你这边取的名字就好 它比方你这边叫Fuse Test Model 那这边也叫Fuse Test Model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开始上载档案了 上来档案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FST档直接丢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目录的名字复制下来之后 同样的建立一个相同名字的目录 接下来再进入这个目录里面 把这个FBX重新包装过的FBX档 也放进来 那至于就是这里面呢 本来就是除了FST档 跟这个FBX档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Texture 它是一个空的目录 这个可以不用理它 因为FBX档里面已经内建 我们所需要用的这些文理的照片 最后呢 你可以按Publish 你就会在Publish这边 找到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有的这些文件 所放的地方 所以好比像说 你刚才这个档案 是放在FuseTestModel里面 那你只要把前面换成这个网址 后面加上这个档案的名称 所以全部来讲 就是FuseTestModel底下的FuseTestModel.FST 你现在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你可以先按Enter 来确认它说 这个是网址真的是可以连得到的 你会看到一个下载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回HighFidelity里面 再设定Avatar的Appearance这里 全选贴上 变成我们刚才的那个FST档 然后再按Save Changes 这样子它就会开始 从我们这个云端的档案伺服器里面 去读相当于你刚才这个人形的描述档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已经成功的汇入了HighFidelity里面 然后你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 然后因为你现在已经就是长成这样子了 那就可以很自由的在这样子一个世界里面去进行工作 或者进行采访 那在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里面 我会录制要如何在HighFidelity里面 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全部都录制起来 然后并且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不同空间去播放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